阿拉莫尼克 客人刚好要这个东西就亮亮相吧 Smart Mixer 4C 那么这个火银器呢 撕开之后 我们用了六个人打不开 原因很简单,它要这样开 那我们要把它补上去 弄上去看看哦 这个火银器呢,有个工程箱 还不错,行啦 那OK的 外机是这边哦,您只要有需求 咱们这里都教你,都服务 然后呢,尽可能给你 满意的 价格,能做到的 接不手软,来来来 但是不会在网络上破价的 不在网络上破价 首先呢,它有个手机架 麦克风主体,TF的 micro的大小声耳机 Line out给相机订 然后它的电源来源呢 没错,没有错,必须特别是供电 那要供电的时候呢 就不要给它太大的电力 讨厌 这个捅进去 开机 不错,马上就有指示灯来了 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 一二,通常用这两个 这个云台做得不错 这个代工厂可以,结构扎实 希望优篮子,公司早晚也出一个这个东西 希望优篮子也重视一下 出一个这种回音器 这个一支都是有需求的 但是量不大,这个量实在是不大 那刚好客人买了,我们就开箱试试看 好,然后 一定要有冷靴,没有冷靴就吃土了 这个,幸好它有冷靴 顺便检查一下 冷靴 冷靴加在哪里呢?加在下面 下面加上去呢,记得要抓下指这里 不然会牙不够 第一道,先把牙推上面,推到底 推到底,归不归正位没有关系 上面会有归正位 鎖紧,记得这样子锁喔,鎖紧 下面呢就是随相机 外没有关系齁 自拍的时候装这样子 自拍的时候,这样用自拍 那么拍别人的时候是反过来 反过来 那低脚的时候呢,是这样子 低脚的时候,我们贴地嘛 我们要身影嘛,就这样看 等于是自由找紧,自由找位置 好,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它还有一个做工还不错的三脚架 在这边 可以提供回音器 这个使用 那你都配了几支麦克风 跟大家讲,这个麦克风收音乐用 收歌剧用,收团体演唱用 那有还蛮不错的防风罩 就很普通的防风罩 然后有一个剪震,这里有剪震 避免机体过震,还可以折 那可以Stereo,可以Mono 那我们就把它检查一下,看看它有没有瑕疵 声音第一段,来简单的开始 首先呢,麦克风捅进去 那你可以定义为你自己的无线麦克风 或者是它给你提供的这个 单音的,这都是单音的哦 你不要想它是Stereo,它要这样才有Stereo 好了,左右开启 有看到 左右开启 那声音好不好,到时候再说 再来它的功电线 你就是建议你买一个这个包 电池包 那这里呢,有电源可以输出给它 那电池包在包包里 这个不错方案 手机夹的用途呢,各位 这个事情是这样做一半嘛 其实不是啦,并不是做一半 它真正,就是这个一个情境应用 它第二个沉浸应用就是手机应用 我再来讲手机的部分 那我先担任就讲我们现在相机的部分 那它给的线材呢 不好意思哦 现在它给的线材是 tmd 手机线材 只有手机能用 line out 那我们看看相机能不能用 其实有这种设计 三黑相机能用的 是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线是一几两用的 接縫的时候呢 这条线就会没作用 好,开縫这里有声音 这里没有声音 接下来监听技巧 请注意哦 有的老师会教你监听装在这边 装在这个位置 好 然后 你听的是很爽没有错啊 问题是这是不对的 啊对的 因为监听 这叫假监听 第一阶段监听你可以在这里听 听完这边调顺调好之后呢 你务必要把监听的声音拿到下面来 选择cam camera 那监听选择这个位置 这里才是真正的监听 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时候 到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录到声音 你就会死了难看 这些都是难免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好,这里有个耳机 有个这个大小声 你要大小声靠这边 好,有趣的是 目前来讲 整个声音的结构 就出现了 哎呦,还不错呢 不赖不赖不赖 那这个是Lumis S5 M2X 它的声音的部分 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 音头 这里有个表 那我们把声音调的稍微 正常一点点 大一点点 因为我们现在的监听确实比较大 比较小 好,db值呢 我们看一下音频 overload overload,没有overload 以不撞红为原则 那-12db呢也算OK 那我们会建议这边调到零 这边调到零之后呢 上面把它降,降下来 Watch Watch Hey Hey Watch Watch 这边db有点偏高的现象 这边db太偏高了 这一台可以录音 可以play 那么同时呢 可以送line out讯号 还有监听讯号都有 然后这是recorder 然后这是正式8V 正式8V 正式8V放进去之后呢 就是你的麦克风是属于 这个XLR的 需要送供电的 这个就给进去 它就送正式8V 以上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SALAMONICA 这个麦克风呢 双收音 目前来讲 没有立体 目前没有立体 所以你要在这边 切一下stereo 大致上它是这样分轨的 好,分轨好之后呢 我们声音也有了 监听也都做到了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要进行的 所谓的麦克风的外挂 XLR的部分 来做一下说明 这个叫XLR CANON 又叫CANON 又叫CANON 那同时它又有6.3功能 6.3、6.5功能 我不晓得这个头 有时候有人叫6.3 有人叫6.5 好 这个时候呢 把它开起来 第一轨 第二轨关掉 它单单纯真的就收这一轨 那这样切下去就 两轨都有了 就是mono跟stereo的概念 那你要两轨都要有呢 麻烦你做一件事情 stereo 两轨都要有 麻烦在右边这边 右边这边再插一个 进去 插进去就好了 插进去就可以 双轨 stereo 那mono呢 就全部混在一起 就是这几个声音 它不分轨 全部都在一起 好 经过鉴定之后呢 这两支 这两支麦克风 不好意思 它是全还原的 高还原的 高还原的意思就是说 旁边有人放屁 它也收得到 旁边有人在那边 吃东西它也收得到 那在餐厅里头 这两支麦克风不能用 这两支麦克风 你到餐厅去 只会出现一大堆 嘻嘻嘻的声音 所以这两支呢 还可以收到上司班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的空调也会跟得进来 这是现在的障碍 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说 这两支麦克风呢 你如果说收声泰 这两支还ok啦 去那个田间小路 收一些虫鸣鸟叫 这还ok 或者要收集很清晰的车身 或者环境的声音 它非常的环境 环境非常的猛 那你如果要收清晰一点声音 还是乖乖的用 PNW-3指向式麦克风 或者LV-1指向式麦克风 来收集 那再来就是这一种麦克风 这种采访式的麦克风声音 会比较干净 好这边正宗推荐 这个拿来做监听非常的好用 专业大气又好看 那么这个 这个是智云的 三支稳定器里头送的一支 采访型麦克风 专业大气后面板 长的长的长的 好很优秀 好接下来下一个阶段 我们再来跟你做介绍 手机的搭配